欢迎回来 首先呢 请大家猜一猜 我面前摆的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对大家想一想 我猜一猜啊 搅拌机 搅拌机 也不是 还有什么空 本来不是码头 所以这种东西 大家看了以后的确不知道 但一知道 一看到这东西 我想知道是哪位嘉宾来了 那有装过的朋友就知道 说不定还不一样 你看说搅拌机 还有点接近 请嘉宾来给我们讲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粉碎机 为什么要粉碎机 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漏水客卿 姚一汪先生 早上好 姚先生 这什么东西呢 跟大家讲讲 今天我们在这玩意里 主要就是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粉碎机 它就装在一个厨房的 那个心盆的 那个一个下水口 它就是给那些 就是有些家庭吧 因为像老外的家庭吧 他们不怎么做 这个骨头类东西 不像我们中国人 喜欢煲汤啊 干什么 他的骨头很比较少 他比如他去 肯德基啊 或者什么 买一个那个鸡腿啊 这些 这个小骨头 对 小骨头 他就不会再单独处理了 对吧 我们中国人 有一个 垃圾 对 有专门一个 一幅实的桶 那个腐烂的东西 他们不会有 所以说他们就想到 一次性处理掉了 包括菜叶子啊 这些东西啊 全都扔下水道理 对 扔下水道理 所以他就在 那个心盆 就是主要是我们这时候 那个就是双心啊 就是两个脸盆的那种心盆上面 它有一个呢 装的是这个粉碎机 其实广东话叫画骨龙 画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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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骨头 很脆骨头 所以他这一个 开一个口吧 接那个就是叫洗碗机 洗碗机的部分 对 接着洗碗机一个口 接洗碗机一个口 接这个粉碎机 为什么要接洗碗机 就是洗碗机 如果你里面有什么 大的东西啊 它冲出来以后吧 它也到这里面 比如说扣子啊之类啊 什么也能准 也能粉碎掉 扣子 为什么放扣子 到碗里 那就是塑料的可能性 想成洗衣机 洗碗机 我想成洗衣机了 不好意思啊 所以说吧 这个东西吧 在很多 很多香港人 也喜欢装这个 特别是住那个 康豆的啊 他们有一部分 就是如果好多人 反正在我印象中 打电话给我 都是我从温哥华 搬过来的 温哥华人 可能喜欢装这个 我知道 我温哥华就装了 所以我到多伦多 我也想装一个 因为什么呢 就是作为 我们中国人的厨房来说 我是不主张 不推荐装这个东西 对 你刚才说了 很多这么多好的 它有没有什么缺点 它的缺点 妈就是说什么呢 它就是我们经常 我们不是在家 居家基本上都用一个粉 搅拌那个粉碎机啊 就是打果汁啊 什么的 我们就打果汁之后 你发现还有很多问题 是吧 第一打的不一定碎 第二吧 那个就是难清洗 还有那个刀吧 刀片容易发热 它这个粉碎机吧 都有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实际上推荐安装的地点呢 像这种东西呢 主要装在那个小餐厅 比如像你们电视台 吃饭中午 大家带饭过来 食堂里面 对 大家带饭过来 东西就是 没有 不会在这里 现烧现洗 主要是热一热 那么剩下来 有一些小骨头之类的吧 它可以处理掉了 因为你没那么多 专人清洁的话呢 它就可以自己就 脚打碎 就可以出去 这是就是 安装在 就是小型的商业 这个里面比较多 因为它那 说句老实话 我看它的缺点 好像比优点多一点点 它有没有噪音呢 比如在家里面 正好骨头撂下 它有咕咕咕咕的声音 有搅拌的声音 它也搅拌声 它搅拌力起来 要有一定的绿度 没绿度 怎么把骨头打碎 所以说吧 它就是这个东西吧 就是 在我们就是 中国人家庭里面吧 我是主张 多拆 少装 因为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是买了旧房子呢 那我就更推荐你抓紧时间拆掉 因为 这个骨头在粉碎过程中 它产生很多 那个细的那种碎的杂质 它很有一定的交性 那它这个如果是 怎么样把这些杂质去掉 其实就是通过下水 把它冲掉 它冲掉 它可能就有残留在里面冲掉 这样会造成什么 它就沾在刀片上了 沾在刀片上以后 跟着刀片一直甩甩甩 它刀片会越提越厚 越提越厚 一几月以后吧 就像你说的 如果它过两天不用 它卖房子过两天不用了 那个鸡的味道就很臭 所以好多人跟我说 哎呀我们扎这个东西吧 转也不转 它因为有电你知道吧 当它 当它这些骨头 这些杂质给它爆死以后 它转不动了 转不动了 它光响 那个电机憋死了 憋死以后它就光臭 哎呀我们还要把它塞住 臭都不得了 我说那短短时间拆掉了 那它可以清理吗 比如说能够拆开来 把它清理一下 是不是就好呢 你有那技术的话 你清理好了 但清理费是不是 比这个还贵啊 我觉得清理了以后的效果 可能就像你那个 如果你那个 几次那个焚烧精 你在上面 你拿下来采清理方便 如果你装在桌子下面 让你采清理一下 你试试看 蛮复杂的 对所以它又是电机 有带电的 所以说这东西吧 就是有利 但是必多 对我们中国人 家庭用的厨房来说 还是必多利少 但是呢 你要是买了旧房子 很多房子装的是有 因为你觉得老外 是装的旧房子 所以说它是一个 单裂产品 它不是标配 它的寿命一般 能有多长 因为当天有磨损 磨损 主要是不在于磨损 因为在磨损 它粉碎的作用不大 它粉碎的作用在 它主要是就像你说的 那个残留物 残留物长时间 它就把那个 电机的这个 转子这一些东西 把它固定死了 它有特别是 最怕什么呢 就用一用 停一停 用一用停一停 它容易残留物去结印 结印的话 它就转不动了以后 它就变成一个 完全变成一个 累赘摆设了 所以说你买了旧房子以后 抓紧成也给它拆掉 拆掉 一般西人 他们吃东西 骨头都小 像中国人一煲汤 骨头都很大 这样就产生 这个流的这个 残制物就特别多 它这是任何 大小块的骨头 全都能碎掉吗 你这个夸张了一点 什么中鸡胖啊 大块的这也行吗 要把那牛骨头拿出来 它就碎了 排骨 小排骨还行 这可能小一点吧 我想应该小一点 鸡翅之类的 所以说让中国人的 垃圾多的 还是要勤快一点 勤快一些 把那骨头把它分开 你这样子收垃圾也好收 对对 所以说我们怎么说法呢 如果是你家里 旧的有这东西吧 就算它能工作 它也是寿命不长 因为它刀片的 一个是腐蚀性 刀片的腐蚀性 残留物的结块性 还有这些臭味 异味 反正说的话呢 这种东西吧 都很容易招来这些 小虫子 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为了你清洁 家里厨房的这个 还是不要安装了 还是少安装为妙 好 再多谢谢姚一光先生 给我们提供 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其实家里如果有装 对 家里如果有装 你闻到味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这时候就知道了 可以找我们的姚先生了 还真是 非常谢谢姚一光 姚先生 好 接下期时间来 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